大家好,如果以后想炖排骨汤就不要直接下锅炖了 如果是直接下锅炖的话,炖好的汤不仅腥味重还特别的油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排骨汤非常好喝的小技巧 现在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往下看吧 首先,先准备一斤左右的猪的猪排 先把排骨剁成小段 剁好的排骨先倒入一勺盐和一勺过气面粉 盐能够很好地溶解掉排骨表面的脏东西 面粉能够很好地把表面的脏东西给吸附出来 全部倒进去以后,抓拌两分钟左右 两分钟以后,再把排骨放入清水中,仔细地清洗干净 接下来起锅,先放入排骨 再放入几颗小葱和几片老姜 倒入一些料酒 再倒入足量的清水 先把锅中的水烧开 在把水烧开的这个时间里,咱们准备一些配菜 先准备两根胡萝卜,把胡萝卜切成滚刀块 胡萝卜切好以后,同样倒入半勺的盐 搅拌均匀以后,放置10分钟腌制出一部分水分 这样胡萝卜吃起来会更加软嫩 然后再把一根玉米切成小段 锅中的水完全烧开以后,要用勺子打干净表面的浮沫 浮沫打干净以后,继续煮3-5分钟 5分钟以后,再把排骨放到温水中,仔细地清洗干净 这样排骨才能彻底地去除腥味 10分钟以后,胡萝卜也腌制出了很多水分 继续用清水把胡萝卜清洗一下 不然吃起来就会太咸 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以后,再次起锅 往锅中倒入一些猪油,切碗油给烧热 油烧热以后,先放入几片老姜炒出香味 再倒入排骨继续翻炒一会儿 把排骨表面的水分给炒干 然后再倒入一大壶的开水 千万不要直接倒入冷水 倒入冷水的话,炖好的汤腥味会比较重 而且汤汁的口感就不会那么浓郁 开水倒进去以后,要把表面的浮沫给打干净 这样炖好的汤汁才会更加的清澈 接下来,再把所有的汤汁和排骨倒入砂锅里面 直接盖上盖子,大火烧开 烧开以后,用中火继续炖煮40分钟 40分钟以后,打开盖子 放入两三根红枣 再把玉米和胡萝卜一起放入锅中 盖上盖子,继续炖煮20分钟 20分钟以后,打开盖子 直接倒入半勺的盐调味 然后再撒上碧绿的葱花或者香菜 增加香味就可以了 这样炖好的排骨汤,味道非常的鲜美 汤汁口感浓郁,真的非常好喝 如果您喜欢的话,就把视频收藏起来做吧 喜欢视频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和关注 支持一下哟,谢谢大家